谁能想到如今与硬材而神仙爱情的山姬哥 也曾与这位天王嫂有过一段情 98年的那一版《鹿顶记》 让徐浩英和陈小春一系结缘 这个在伟小宝七位老婆中最不好看的老婆芳怡 在现实中却最得陈小春的恩宠 不知是她出类拔岁的时尚品位 还是她真的育夫有数 虽然两人的圈内定位天差地别 情根深重的春歌还是向她表了白 爱情的火苗就这么突如其来的点燃了 可惜好景不长 这段情深原浅的感情只违信了一年 就因两人同样火爆的脾气被迫终止 各节新欢成了他们登上版面的标语 被问起两人的关系 徐浩英毫不避讳的爱过 但往后余生都不想再提 虽说在剧中她扮演方宜一角 但回归现实她充当的却是伟小宝的人设 与她寡淡相貌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她丰富的风流情史 有人统计过她的绯闻男友们 前后加起来竟有十一个之多 更离谱的是 这其中有些人还与陈奕迅私交甚密 徐浩英的魅力有多大呢 据传闻 她曾邀请这十一位前男友齐聚一堂 陪自己开生日party 甚至在结束时拍下大合照 倘若不是对前女友恋恋不忘 谁又肯陪着她这么胡闹呢 虽然这十一位前男友的具体身份尚未可知 但有据可查的是 在与陈小春结束恋情之后 徐浩英又接受了张曼玉的前男友 宋学琪的追求 且短短不到三个月 新鲜劲儿过去的她就感到了厌倦 再次移情别恋造型是Ricky 自此她频频现身 迪奥 枯起等品牌时装秀 这个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为徐浩英打开了时尚圈的大门 但是估计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她居然也有吃回头草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